这是纪南时报报道,两会后,这是他的标题啊,守虎落马,曾一口气喝半斤白酒,已经退休五年了,退休五年后,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员副主任郑红落马,他是今年全国两会后守虎,3月16日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, 就是这个郑红,违法了,目前正在调查,郑红生于1955年5月,重庆江京人,先后在江京、大祖、河川、九龙坡等区任职,2018年1月,卸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五年后落马, 资料显示,卸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,郑红并未休息,而时常到企业执道工作,出席公开活动, 去年3月初,郑红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,党组原副书记,市总工会原主席身份,到重庆一家企业执道工作,详细了解相关的产业发展。 重庆念荣真研究会官网,念荣真元帅网显示,该研究会是地方性的,非盈利性社会组织,是依法注册登记的学术性社团法人,郑红是研究会会长。 去年12月底,重庆当地举行活动,纪念念荣真元帅123周年,郑红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重庆念荣真研究会会长出席活动,这是他最近一次出现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。 郑红是典型的本土城长的干部,早年在家乡江京县工作,76年至92年从江京县,无滩区的区委副书记,升至江京县县委副书记,重庆省,四川省重庆市江京市市委副书记,需要指出的是, 当时四川与重庆上位分家。 此后,郑红历任大足县县委书记,何川市市委书记,九龙坡区长区委书记,其中他在江京、九龙坡任职时间最长。 2008年1月不到53岁的郑红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同年3月卸任九龙坡区委书记,后来兼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。 2015年12月已满60岁的郑红在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党组副书记,任这个工会主席。 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,郑红比较能喝酒,一次郑红在喝了酒的情况下,又一口气喝了半斤白酒。 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数量已经达到了八位,其中至少四位是在退休后被查,原下属也有多人被查。 这个报道很长啊,里面说了很多无评,什么开发商,等等。 这里还有一个词条,这个两会后落虎的这个。 这个人好像又说跟孙政才有交集,这是说的是谁啊。 跟薄熙来,孙政才有交集,那可能就是说的这家伙吧。 嘿。 退难人了,吃牢饭去吧。